记者钟志凯台北报道,台市在文化部影视局的支持下,连续6年在台南开设专业编剧班,除了与历来合作的台南艺术大学音像记录与影像维护研究所共同开办培训课程外,也连续第三年与国立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合作。 本课程于6月24日在国立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系馆开课,历时4个多月,120个小时的培训课程,今日圆满节夜,台市节目部经理杨秋兰致辞,台市提供。 今年是第六年在南部开设培训课程,台市节目部经理杨秋兰在致辞时表示,剧本是一部戏的灵魂,配合好的卡斯和导演,以及后制便能造就出一部好戏。 我仅代表黄宗董事长感谢文化部的大力支持与鼓励,同时也感谢这段期间南北奔波辛苦收客老师以及工作人员们,为了激励这群充满热诚的编剧新鲜人。 本届结业典礼,更难得邀请到国内知名戏剧制作人陈慧玲,黄志祥,黄婉博,汤生荣以及名编剧业奉音与现场学员做发表交流,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广播电视产业组成书满组长作,颁发结业证书。 台式提供台式编剧班尤金钟奖资深编剧方静宜小姐担任总导师,在四个多月的课程中从题材搜集文字落笔到影像执行等传授剧本创作的技巧与方法,而今年的24位学员也各自完成属于自我创意发想。 结构完整,富有张力的电视戏剧剧本作品,在结业典礼现场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广播电视产业组成书满组长,台式总经理周法勋,国立台南艺术大学音像记录与影像维护研究所所长蔡庆彤,成功大学台文系副教授刘南方特地到场为同学们颁发结业证书,并给予鼓励长官,贵宾与 学员合照,台式提供 台式邀请了今年以电影阿利福入围金马最佳原著剧本奖的金钟制作人陈慧玲,知名编剧制作人黄志祥,出品麻醉风暴2,红衣小女孩2的汤生蓉制作人,还有制作过我和我的17岁,威廉王子等知名偶像剧的制作人黄万博,以及 明编剧夜凤英共同参与声会与现场学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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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